把美食放在船上 这是 将是一个很好的 让他们了解这座城市的方式 这个感觉很甜的 好想吃 可以吃吗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花生糖 这个没问题 这个好吃 这个没有 桂花香 这个应该也挺好吃的 这个我认识 这来之前我查了 这个叫做定胜膏 没错 对不对 对 这个是有个典故的 你就看它长得像一个什么形状 元宝 对 以前叫元宝膏 现在要定胜膏 基本上去考状元 或者说以前出征之前 都会拿这个膏给他们吃 就我小时候老吃这个 你咋会吃这个呢 这不是这边的特产吗 我就不能吃一样 那我俩没见过呢 不是 那是你的问题 跟我 南京古镇的魅力 其实就是在它 没有精心刻意的雕琢 它旁边那些房子 以前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然后这种桥 其实都是几百年留下来的 你看到的这些台阶下去的 他们是在旁边住的人 然后直接在这里洗碗 然后做饭 居民们都很可爱 都在拍照的 对 都在拍我们 好 这个好 好 这个好 就是要什么 太多 好 这个好 哪里 好 这个好 好 好 开心 刚有个大摆 好 好 好 开心了 开造力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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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觉跟重庆还是不太一样 对 一热一冷 对 一热一冷 你看 我是指在人性方面 人性方面 是吗 人性方面 每个地方人比较冷 我想知道一下 对 我热我倒无所谓 就冷了